上涨指数出现了罕见的周线的7连跌 那么下周市场能不能收扬 今天是7月7日 星期日我们做一个本周A股的收评 我们先来看一看周末有什么消息 实际消息还是有一些的 第一条就是六部委出手打击资本市场的财务造假 第二个就是推进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全链条支持创新要的发展实施方案出台了 那么周五创新要什么的 包括其他的医药中药什么涨的都很不错的 已经联系下跌之后 下周能怎么样 我们明天早上再来进行板块分析 先来看一看其他的消息 再有就是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 支持天津滨海新区的高质量发展等等 还是挺多的 另外我们看一看周五的外盘 纳斯达克标普又创了历史新高 连续创新高 这个也叫我们羡慕啊 是不是啊 还有这个印度股市都是都涨那么高的 但是反观我们的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 跌了2.02%周五 富士A50指数呢 小幅的微幅的收衡 涨了0.03 基本就是没涨 但是总比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 跌了那么多还要好一些啊 这就是总体的情况 那么我们看一看 我们回到我们这个A股上啊 实际呢 说这个地方是周线的八连跌 实际是八连跌 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假阳线 只不过这跌幅比较少 我看一下数据啊 数据是呈现一种缓慢阴跌的态势 其中呢 只有两周呢 出现了比较大的跌幅 当然了 这八周以来呢 下跌的加速 有一周是涨的居多的 剩下全是跌幅居多的 但是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什么 就是跌幅大的并不多 只有两周跌幅比较大的 那么数据呢 现在还位置不算最低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要说它马上见底了 这个还不充分啊 我看了一下主要的原因 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实际就是这个微盘股的 最近实际它呈现出一种横盘震荡 重心略向上倾斜 实际微盘股是反弹的 你要在周线上看呢 你看周线它是横了 基本横了四周 所以说由于它的反弹 导致了数据 仍然处于不是太低的位置 按理来说 周线八连跌之后 应该数据已经很低了 超跌反弹的就一出即发了 所以说呢 我们说后边的走势呢 并不是太平衡的 它是分化继续的 不排除呢 这个微盘股呢 出现调整之后 市场才见底 那么其他的呢 已经位置已经很低了 就是这个呢 跟大家说一下 再看平均股价 平均股价是不断下雨的 因为这个微盘股啊 因为它价格有的比较低 就是说 尤其一些 有市值管理之后要退市的 所以说实际平均股价呢 还是基本上 创了快接近一几年的这个新低 也是平均股价这一块啊 二三四这个地反弹的结果 已经基本吞噬掉了 这个是这个情况 我们来看其他几个指数 科创版50指数 很显然 下跌 反弹 整理 再下跌 已经接近年初的低点 这地方已经调整得非常非常充分了 那么再往下跌呢 就是基本上回市这个低点了 所以说 这个位置上 我认为风险已经得到了大部分的释放 应该说 机会大于风险的地方 这个指数就像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我们再来看创业版 创业版指数也是这样 你看 接近年初的这个低点已经很近很近了 所以说没什么太大的风险了 关键看这个地方怎么个情况 资金实际就是任何人可 资金的意愿 态度是什么样 这地方很关键啊 深层值也是一样的 实际深层值我们还要跟上证指数的走势呢 你看 深层值创业版跟科创版50指数 跟上证指数的走势 它都并不是协调 它是不一致的 它是近几个月 它是在调整 它们上涨 它们上涨的这个天数少 调整的天数是多的 上证指数这块呢 就不一样 你看 在这地方调整了三十多天 它的调整的时间是相对少的 所以在这一轮调整过程当中呢 上证50指数这边是相对抗跌的 这个市场的客观现象 我们必须要印清 但是这个上证指数 毕竟是我们参考的标的指数 所以说还得以研究它为主 所以说我们说它现在出现了周线的八连跌 实际是八连跌 它不是七连跌 这个是历史所罕见 从技术分析的概率上来讲 那么下周大概率就是收扬了 但这个地方是怎么样 还得看资金的应可程度 现在是啥呢 市场 恐慌性还是达到一定程度的 另外信心的严重缺失 就我在资本市场这三十多年以来 这个观察这种情况下很少见 那基本就是大熊市才会出现这样的走势 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很难用技术分析来分析准确了 我们最后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 有着强烈的收扬的这种要求 就是反弹这种要求 但是还得看资金的意愿 我们在操作上也不用太过分的着急 也不用看什么60分钟 顿化 什么120分钟顿化的 其实120分钟这个地方也有一定级别 假如是明天的11点半也形成120分钟的顿化 实际上它也有90分钟的顿化已经形成了 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是直接收出一个90分钟或者120分钟的阳线的话 那么开启反弹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们要密切关注这个信号就可以了 那么更多的我们明天早上再来给大家做一个板块的分析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上午再见